什么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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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什么是物质? 原子组成的东西 原子组成的东西 现在来讲什么是物质 有人说起原子组成的东西 好,还有呢? 什么是物质? 哈喽? 每个人都说看物质 你觉得什么是物质? 来,猴子你刚拼手了 什么是物质? 我看到了,什么是物质? 什么是物质? 我知道 厉害,什么是物质? 你也不知道? 不要学猴子啊,猴子不知道,你不要理他 好,你说 两位说看什么是物质 要有答案 物质的质量 什么? 物品的质量 物品的质量 要给学人机会 我还不知道 我只是这个知道而已 其实科学家没有什么了不起 科学家只把所有人知道的东西做歸纳 把你想像的东西做歸纳 所以我现在只在收集你们的资料 你们自己想的东西就勇敢的讲出来 这样你学得最快 物质的质量 好,其实呢 物质量的质量 好,其实呢,物质量的质量 新人想 新每个东西都是一个科学名字 比如刚刚讲说原子组成的东西 好,我现在两个同学发言了 分别讲这个 那我就有问啊 赵宗宁讲原子组成的东西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原子 很小 很小 很小很小的分子 很小很小的分子 他讲一个新的因子 他讲一个新的因子 分子 分子,那什么是分子 分子 很小很小 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拿自己的东西去解释自己 以前我们在读英文的时候 有时候老师讲说 说你英文 哈啰同学 如果你学英文到某个程度 实际上是你最好的字典 应该是阴音字典 因为你用英文来解释英文 会比较清楚 如果你用中文解释英文 实际上有时候解释的字 我们必须想法 可是阴音字典有个好处哦 阴音字典有时候 因为阴音字典 它是用 常用的五百个字 去解释所有的字 或常用一千个字 去解释所有的字 也就是最基本 有没有最基本的单字的意义 那一切个字很单不准 所以你看那个新的字 他用这一切个字去解释它 你就很容易理解它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顺便把它一千个字学得更好 所以你要解释的东西 我们科学没有什么了解 科学就是建立在过去的知识 建立在过去的知识 做归纳统整的意义 所以你要解释 所以我现在有讲东西 我们在讨论物质 什么就是 你刚刚讨论物质的东西的时候 你尽可能是用 已经知道的名词 来解释它 这是最好的 如果你用一个 你不知道的名词 去解释它 不是好字 再同样 所以刚刚我要问小薇 你说 物品的质量 这边有没有名词 质量是名词 质量是名词 好 什么是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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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負責 有沒有辦法超出這個負責 它不具有空間 戰友空間也不具有質量 但是有時候是物質的 有沒有這種東西 不知道啊 搞物質是什麼鬼 應該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先不要想 不知道我們先不要想 沒有這種東西 基本上 背板是物質 我摸得到摸到 我摸得到比方戰友空間 它存在啊 這邊有個鬼 我摸到摸不到 我摸不到 它有沒有佔有空間 有 沒有啊 它佔有的可能不是我們的空間 它可能佔有其他空間 但是我們摸不到啊 理論上所有東西 譬如封 我摸到摸不到 封摸到摸不到 摸到摸到 至少電風箱吹過來的人覺得有封 那就是被封摸到 是不是 所以空氣是不是不值 空氣是不是不值 空氣是不是不值 我的想法是不是不值 不是 我的想法他們存在是空間 沒有 所以看看 每一個東西是不是物質 就是可以從 Prince 簡單的兩人定義 佔有空間 具有質量 那 可以你們舉個例子 這是物質的東西 不是物質 想像的東西出來 想像的東西不是物質 OK 非常好 說說看 什麼不是物質 什麼東西不是物質 是不是物質 是啊 因為我會呼吸氣 氣又不是聲音 聲音是物質 不是 我確定是不是聲音 因為我聽到的是聲音 那不然它是一個意義的感嘆聲 它同時出現物質 聲音跟視覺 聲音跟視覺 是物質還不是物質 不是物質 OK 聲音不是震動 聲音是震動 震動跟物質沒有關係 聲音有質量 聲音有質量嗎 聲音有質量嗎 有聲音有能量嗎 有人家要發聲 發聲產變 聲音有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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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講話發聲的話 你會覺得能量很大 是這樣嗎 有可能用潮音波來看 對 對 可是 發聲音有能量 沒有… 這邊就有兩億 聲音有能量 聲音這個現象 說聲音是有能量 但是如果 音波這個東西的話 聲音是個震動波 它可能是個… 也不是物質吧 其實他有點介意物質跟物質之間 他有點介意物質跟物質不是物質之間 這怎麼講 比如說他是具有能量的東西嘛 我們說超音波 超音波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 假設我有聖結石 然後聖結石還很小的時候 不想太高把它拿出來 有個方法叫超音波提碎 超音波最極能量把那個石頭給打碎了 所以他有沒有能量 有很大能量 所以音波有沒有能量 音波是有能量的 能量是物質 好 回來了 能量是物質 我先把自己小孩要視你很怕 換日本 通通打人家 嘩 能量是物質 哈囉同學 能量是物質 你早上看到太陽很大 你覺得很舒服 今天天氣很冷 曬到太陽 太陽曬得很舒服 你得到太陽能量 你有沒有得到太陽能量 有沒有 所以能量是物質 不是 能量不是物質嗎 那再問一個問題 核能 到底什麼叫核能 不知道 核力 核能的能量從哪邊來 核能的能量從哪邊來 核氣 爆炸 爆炸 誰爆炸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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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辣 celebration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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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其實也可以轉換成固執 但這部分已經超過我們現在的範圍了 我們先不討論它 但是資料能量的話我們可能來講是固執 所以差異波是不是固執 感覺上它就是一個能量 但是它目前來講 我們如果就我們現在目前盯的話 它應該不是固執 好就目前來講盯它不是固執 好還有什麼東西不是固執的 想一個嘛 電磁波 電磁波是固執 什麼是電磁波 花老是講益性的名詞 電磁波是什麼 電磁波是什麼 不會解釋 不會解釋 他舉個例嘛 我們通常不會解釋的東西 你才舉例來說明吧 我們在電磁波 電磁波 什麼電磁波 什麼電磁波 我們要幫你解釋 電磁開著的時候 我在二樓也感受到 所以你可以感受電磁波 電磁開著 你到底感受到電磁波 那是什麼 我覺得有一種感覺像雜音 沒有聲音 OK 所以你蠻敏感的體質 很特色的體質 所以你看 有看到這種東西嗎 就是我家 我解釋而已 OK 電磁波 我說真的我沒有感受到電磁波 但是比較接近的說法是 你去曬太陽的時候 就覺得熱 事實上就有感受到電磁波 因為太陽就是這種電磁波 陽光是這種電磁波 所有的光線都是電磁波 所以你聽到的 有手機 手機的射叫什麼 電磁波 所以人家說手機不要讓它太近 不要常常放在耳朵旁邊 不要放在頭旁邊 因為它很強電磁波 所以你基本上電磁波是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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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左旁邊睡覺也在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你說什麼 我說我把它放在左旁邊睡覺 放在你旁邊睡覺 放在你旁邊睡覺 我放在你旁邊睡覺 我放在你沒有問題啊 不是我 電磁波 電磁波 就是記憶無所不在 目前來看 現在收音機 收音機的電磁波是什麼 也是電磁波 好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什麼 光 光 事實上 研究來講 不是物質啦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光電磁波 那它是個能量 事實上 目前來講 我們會那麼好 因為它 不具有空間 怎麼證明呢 很簡單 拿個孔子去放在光下面照 照一百年 孔子會滿 不會滿 它就變成能量 就轉掉了 不會喘起 基本上沒有這種空間 那你拿個秤 我就真的不能活動 撐到撐不到 撐不到 撐不到 基本上 也沒有 質量 但這部分也是被打破的 曾經有人做實驗 我剛剛講講 曾經有人做實驗 可能是前年還去年 上一屆還是上台屆的諾貝爾 有一個人 就是有一個 諾貝爾這個人 他發明了火藥 發明了火藥之後 他賺很多錢 他就覺得說 我今天 今天因為火藥 賺很多錢 這錢不失衡 他覺得不是那麼的 火藥造成很多傷害 所以他拿一品錢出來 想要鼓勵更多的客人 想要鼓勵更多的客人 對人更有貢獻 所以他拿了這個獎金 拿了獻出來 他只要利息就可以了 對 他只要利息去發獎金 只要利息就可以了 對 但是他的獎金說很高 也不算是非常高 多少錢 多少錢 可能是 就是幾百萬 做光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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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光哪有哪 看他出 看他出 他在做過過的改革 他現在講光 他只是修一隨便出課 你不是說前一天又有 有個後面 他不是十幾歲 他做一個實驗 他把光給靜止 靜止 靜止 看不到一圈 光是什麼 我問你 他看到光的觀到 他是什麼 從光看不到 看到我看不清楚 因为光很快见 而且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身上反正的光打到我眼睛 去刺激到我的视网膜的一个神经 所以视网膜的神经得到这个能量 告诉我这个能量是什么 所以我的能量告诉我说 这个融蟹的衣服是有点红色的 因为它这个红色的光打到我眼睛 我眼睛得到这个红色光的能量 这能量告诉我的脑袋 所以现在看到的光是红色的 OK 所以基本上是用你一样的转换 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光给镜子 我们听到光是什么东西 你有办法把光给镜子 所以他做了一个实验把光给镜子 所以他后来拿红标要讲 我传续 这个不知道怎么做的 有什么可以查一下 我那时候没去查 好 所以光是当你被镜子的时候 光是变成一个物质的 光变成一个物质的 它就有什么样子 所以他现在不是说什么鲁销手怪 他上手能量到我们的物质 所以你说 空气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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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 电压总换成 高脂的物质要多重 所以压的东西越重的时候 而产生大的电压 电压越大 高脂的物质越重 那上面有空气压的 啊 这边有空气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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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把空气 部门起来 这个空气的 对 这个空气往下压 跟空气往上压的 力量是一样的 所以它平衡掉了 所以基本上你放车的时候 你感触不到空气的重量 那另外一个摄影是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都有归零嘛 假设上面的东西 都在重 你归零就归零掉了 好 那像我们承受的空气 有所重呢 实际上非常重哦 基本上 每一平方公分 大概是一公斤 的空气在压着你 然后呢 那你有多少平方公分 我不知道 我做得多 对啊 非常大 基本上你的脑袋呢 你的脑袋有这么大的 大概就有大概是 至少是 一百粒半公分 至少是一百粒半公分 我承受了一百公斤 哦 难怪那个人 他说他的脑袋 教育就可以飞一百公斤 所以你头顶上面的公斤 大概就是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 但是因为觉得 我就没事了 一百公斤也没有很重啊 但是因为你习惯 你习惯 可是呢 如果你人到水里面去的话 不要水下十公尺 海水 这个一百公斤是又多一百公斤的 二十公尺再多一百公斤 三十公尺再多一百公斤 四十公尺再多一百公斤 四十公尺再多一百公斤 所以人的身体 基本上目前啊 最深大概就是 很厉害很厉害的悬水不断 其他四十公尺 顶多五十公尺就是极限 再往下就是 就不会起掉 就不会起掉 所以大概就是极限 所以就是压力感 就是实际上压力感很重要 就是空气是有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实验 它有个实验室很弱 它把 两个气球掉着 平衡完整 它把一个气球爆掉了 这个气球会 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边比这边装 为什么这边装 因为这边装空气 好 那实验也可以做一下 好 所以物质 这样子 有没有 不清楚什么是物质的 你去住了吗 好 我没有知道 我不是说什么是空气 你一定是那个 气球的 对物质来讲 物质有不同的形态 物质有哪些不同的形态 很多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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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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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们如果说 好了 就是固体 固体 夹着 会变什么 固体 会变液体 会变液体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过程叫什么 一个冰块 夹着 叫什么 液化 液化 或者是叫做融化 通常都讲融化 融化 是不是融化 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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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上一堂课没有关系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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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 水 再加这会变什么 气体 这过程叫什么 针巴 叫做针巴 或是挟发 针巴 针巴 叫做骨发 还有气化 还有生化 对不对 那 气体 会不会再变成固体 可以啊 怎么样 你只要让它冷却 冷却冷却冷却 谁要冷却喔 气体要被固体 一个是冷却 冷却可以把它变固体 其他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 给它压力吗 给它压力变好 加压 让它强大压力 那 同样的固体 会不会变气体 固体有没有办法 直接变气体 可以啊 怎么样变气体 干肥 干冰就是 就直接给它 温度 温度 物体变气 直接变气 温度升很高 或者是 或者是 压力变得很小 对干冰来讲 你要变成干冰 是压力很大 要变成干冰的 那么大的压力 突然变成 压力很小的情况之下 它就开始气化 所以 物体直接变气体 是有的 还有这样点 如果没有点的话呢 点 你会直接变成点蒸气 它点 不会变成液 它点 在我们目前大气化的情况下 它就会变成蒸气 点蒸气 好 气体变液 比较什么 气体变液 比较什么 叫做 心态变化 心态变化 不是啦 叫做 凝结 叫做 凝结 这样凝结 这样 杯子里面有水滴 我朋友稍微被开水 我刚泡它杯 你看 我的盖子上面有什么水 因为凝结 因为水气凝结在杯盖上面 对不对 就是气体凝结成水 是为了那个水滴 不是 气体凝结 你平常生活当中就在讲自然科学 所以你生活当自然科学的时间 是让你可以从生活中取材 到时候 气体变液 液体就是结 那液体变故意是什么 结肥 是结冰 但是好了 我问你 火山爆发会变成什么 岩浆 岩浆 岩浆实际上就是石头融化了 那石头融化成岩浆 这个岩浆流了 流到三下 它为什么 会 柬路分 叫柬酒 那叫银户嘛 也不过盐浆结冰的 oooo 所以王差不多 現在讲是柬醆 柬醕赚 עисс 土以辆流料中的这样unda 结冰通常指的是水 因为冰的生态是什么 冰的生态是水 冰還有水蒸氣 冰的三胎是水的三胎 我想冰的三胎也可以啊 我就叫做水 那它是固體的叫冰啊 那是瘋狂啊 所以這瘋狂要凝固 請舉手 那時候把它變成蒸氣 當然可以啊 你的溫度過高都可以變成蒸氣 等一下 現在的溫度非常非常高的時候 石頭也是可以變成蒸氣的 但是我們基本上要做出那麼高的溫度不太容易啊 不太容易 所以以我們現在的技術 還有辦法 加熱是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的石頭湯 石頭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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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可以加到整幾彎度吧 加熱可以加熱 好 大概是三胎齁 好 這都說起來了 其實我們在討論物質 為什麼要討論物質 其實因為我們所有人討論物體 討論的現象都是在物質當中 我們討論真的現象都是在物質當中 我們討論真的現象都是在物質當中 非物質的東西我們現在比較 直接討論 我們現在這個演技啊 當你到大學的時候 你可以討論到一些像量子物質啊 或其他物質 它可能就已經物質到物質的範圍內 但就我們現在的節奏都在物質當中 真的 好 這件經驗很重要 下課 拜拜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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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